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的Sternative Sternative是由阿波基帕萨以及Bookkeeper的原始的创始团队组成的 然后呢 它的主要目标是创建一个云云生的消息楼平台 来帮助企业来处理一些实时的那个任务的场景 我今天主要分享的内容会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部分主要是首先介绍一下PASA是什么 以及PASA的二级存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第二部分是来简要的介绍一下Lakehouse 它的一些吸引我们的一些功能 一些feature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来讲一下将PASA的二级存储和Lakehouse 做集成的一些方案 然后最后一部分呢 是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首先来看到第一部分 PASA到底是什么 PASA呢 它在官网上的定义是 它是一个云云生的分布式的消息和流平台 大家可以在概念上面和它的一些比较类似的产品呢 是Kafka Rocket M-Code Rapid M-Code等等 是一些M-Code的一些产品 那么PASA在相比较于其他的M-Code 到底有哪些区别 以及PASA是它的哪些功能吸引了我 以及PASA的爱好者和PASA在社区里面 或者是商业化用户 他们选择从其他的M-Code切换到PASA的 有哪些特性呢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PASA的历史 从现在来看呢 PASA从诞生到现在已经到了 已经是有十年时间了 在这个十年时间里面 PASA呢 经历了一些大公司大场景的考验 并且呢 从阿波奇 从专线给阿波奇 以及到阿波奇顶级项目毕业 以及到现在我们作为PASA的商业化公司 它的一个发展历程 首先它是从2012年从雅虎创立的 那个PASA的第一个原型是从2012年开始构建出来的 它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雅虎内部的一些消息系统的一些问题 在经过三年时间的开发和测试 终于PASA在2015年正式的那个在雅虎内部进行商业化 不对 在雅虎内部进行那个正式上线了 并且服务了雅虎内部很多的业务线 然后从上线到那个业务的反馈以及各个业务线的替代来看的话 大家都觉得PASA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一个M-Code系统 并且最开始PASA的设计就是基于原员生设计的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技术或许能够解决我们现在的M-Code的一些问题 所以它就在2016年的时候正式开源了 然后在2017年我们贡献给了Apachi 作为Apachi的浮化剂进行那个浮化 然后18年成为Apachi的顶级项目并且毕业 从18年到那个今天2022年已经经过了四年的时间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面呢 PASA从社区然后到Serenative进行商业化的一个开发 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 然后PASA从他的社区里面 从可能最开始的几十个人已经发展到了现在的500多个人 500多个contributor 并且呢他的PMC以及commeter数呢 也在不断的往上涨 然后每个月的活跃的contributor数 一直是维护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并且他每天merge的PR数 也是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来看的话 他经历了10年 并且现在呢正是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 那么既然大家都会有这么多的开发者 并且呢有这么多的公司来选择PASA 并且呢是从其他的M-code切换到PASA这边来 他到底PASA肯定是有很多信仰的特性 他们大家才会愿意切过来 对吧那么PASA到底有哪些特性呢 首先呢它是最新 可以说最新的一个架构 是存储跟计算分离的一个架构 我最开始是从卡夫卡切换过来的 对当时卡夫卡在支撑我们内部的系统的时候 当相机量一上来的 一上来之后我们的运维会变得非常痛苦 然后我发现PASA它最软实的一个存储分离架构的一个设计 能够从设计层面上来解决成的问题 所以这一点是深深的吸引了我 也吸引了我一路从19年接触PASA到现在一路走过来 对 它整体的架构呢 就是producer会把消息发送给某一个broker 然后这个broker呢 会以pipeline的形式把它的数据的副本 那个同时写到不同的bookie上面去 bookie和broker是两个独立的系统 然后系统之间呢是没有强一带性的 这就带来了一个好处是 broker是无状态的 它可以水平扩展 然后bookie呢 它本身呢 它也是一个可以水平扩展的一个服务 它能够原生的解决 卡夫卡在那个扩缩容上面 要不断搬数据的这些 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那么讲到了bookkeeper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可能大家之前没有听说 听说过bookkeeper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陌生 总体来大概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 经过特殊设计的一个WLog的一个存储系统 它能够支持那个以下几个特性 首先是那个多副本的并行的协助 并且呢 能够保证强抑制性 以及高 很高的那个读写的吞吐 和很低的延迟 然后它在IO隔离上面 做了很多的优化 来保证 我们在写WLog的时候 能够保证它的吞吐的延迟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bookkeeper它的一些特点 一些特性 然后我在这里呢 就不详细的展开说明 然后从PASA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整个系统会分为三块 一块是message 另外一块是那个compute 最下面一部分是storage 我们来大概的来看一下 它的升级系统到底长什么样 那么message的话 可能第一部分 大家就很简单 就是提供了一个最基础的 pub sub的功能 这也是所有的mcur系统 它的功能的基石 对 那么在这个pub sub的功能上面呢 就会涉及到 不同客户端的一个对接了 比如说go java 塞加python rust 以及 其他客户端的一个支持 另外一部分就是PASAIO了 就是PASA会有各种各样的connector 比如cafka的connector 那个flame的connector 以及 还有各种类型的connector 来保证你的 你其他系统的数据 能够很方便 很轻松的 能够和PASA进行整合 然后最后一部分 第三部分呢 就是那些DB类型的系统 比如说oracle mangoDB 以及mysicle这种 他们要进行 收集cdclog 然后写到topic里面去 最终把它消费出来 对 这是一类 然后第二部分呢 是计算 计算的话 就是 那个PASA能够支持 通过seql的方式 把topic里面数据 数据给读出来 这个实际上 在 在那个数据分析啊 以及 那个问题定位的时候 是非常有帮助的 现在我们的PASAseql 实际上是一个 那个prestor connector 它能够通过 交我的hug查询的方式 把pasa topic的数据 能够查出来 并且展现出来 对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对p和流的知识 目前是 像storm flink 以及spark 都有相应的connector 能够把pasa topic的数据 给读出来 并且写进去 然后第三部分 也是我们 那个重点发力的一个部分 是pasa function pasa function呢 它的一个特点是 那个解决一些轻量化计算的问题 比如说 那个pasa topic的 某一个topic的数据 它要做一个 非常轻量级的转换 比如说把某一个字段 那个筛选一下 或者是进行 把多个字段进行 那个一个整合 然后写到另 写成另外一个字段 然后 那个提供出去 像这样非常轻量级的 那个计算的话 实际上交给那些 比如像flink啊 spark这样的系统来 来做的话 它比较重 而且呢 它会让整个数据啊 从一个系统 又流向了另外一个系统 然后再流回来 那么pasa function 它就是 为了解决在pasa内 pasa整个集群内部 进行一些 很方便 很轻量级的计算 那个 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一个 我有时候function 我不单单是要 进行一次转换 我要进行多次转换 那怎么办 那function能不能解决呢 实际上是可以的 对 我们又提供了一个 function mesh的一个功能 就是 你能够把 很多个function 组成一个 一个网状 一个网络 然后 你定义数据的流向 然后数据就 你 你部署上去之后 它就 数据从一个function 一个可能 一个function worker 不对 从一个function 然后处理完了之后 它会流向下一个function 然后 这样做一个非常 非常一个灵活的一个处理 然后第三部分呢 也就是我们今天重点 要介绍的部分 就是存储了 存储从这个图上来看的话 这个 这个箭头 它是一个时间线 从这个时间 从这个时间线上面 来看的话 这个是最新的 对 这个是最老的 那么最新的数据呢 它会放在 那个 bookkeeper上面来 最老的数据 它是可以被 offlow的到 二级存储上面去的 并且呢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它能够从 二级存储里面 给读回来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到底是 这一块 到底是怎么设计的 那个passa 它在做那个存储的时候 就已经天生考虑了 去统一 p跟流 对于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到底p跟流 到底是 是怎么 怎么玩的 对 那个passa里面 它把 topic的 一个topic的数据 其实准确来说 是一个topic partition的数据呢 它分为了 一个一个的sigma 对 了解passa的同学 可能会 有 有一个概念说 诶 那你的sigma 在passa里面 到底 对应的是什么 实际上是一个ledger 就是ledger是passa里面 内部的一个概念 可能大家 更通俗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一个的sigma 然后一个sigma 是一个单位 那么producer把数据 那个 publish到passa的topic里面 去的时候呢 它是 依次 写到 它把 往sigma里面写 比如说 首先往sigma 零写 当零写完 写满了之后 它都要写一 然后再写二 写三 写四 写五 也就是 也就是它每次会 写最新的一个sigma 当最新的一个sigma 写满了之后 它会进sigma的rollover 再写下一个 那么consumer 去读的时候 那也很简单 就是 比如说我读的位置是sigma的一 那好了 那我这个consumer就从sigma的一读 一直往前读 把sigma的一读完了 它就再去读sigma的二 然后接着读sigma的三 这样它能够保证一个 那个生产的顺序和消费的顺序是一致的 这就是一个流读 那么p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 流读它的一个特性是 它是要保序 所以 那个 它的吞 它的吞吐可能会受限 因为 你 你读并不是一个并行的 但是如果你是p读的话 那实际上它是 它可能没 它是没有保序的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sigma的进行 进行同时的一个并行的读区 这也就是我们在做 那个 Prestle 也就是 ParsaSQL 它在 通过SQL去读 topic数据的时候 它的一个处理方式 就是 它首先会进行一个SQL的解析 然后 进行一个sigma的划分 比如说 我现在要读 一 二 四 四个Sigma的数据 那好了 那我就 我就把这 这四个读取的请求 那个分配给 四 不是 把这三个sigma的读取的请求呢 那个分配给三个worker 然后这三个worker呢 同时去读 然后并行的读回来 就可以了 所以它能够达到很高的吞吐 那么同时呢 这就是 Parsa当时为了做 那个 P流 统一 来做的一个 一个最原始的设计 那么我们后面基于 那个 那个Tier Storage 来实现的话 实际上也是要 也是要基于这样一个sigma的概念 就是我们每一次 offload下去的一个单位 一定是一个sigma 当sigma的0 offload下去之后 我们会offloadsigma的1 就是一次下来 对 OK 那么整个的 Parsa的一个存储的一个 一个分级存储的一个架构呢 就是 第一层是cache cache呢 它主要的目标是 存储的是热数据 那么它的开销 相应也是最大的 因为 它需要在内存里面 内存是最贵的 对 然后对于Bookkeeper而言的话 我更倾向于把它定义为一个 分布式的一个cache 它的目标是存储温数据 因为Bookkeeper 它要达到很高的吞吐 和很低的延迟 所以 我们在 那个 生产环境里面 一般对Bookkeeper是 它的 它的IO性能是 是有要求的 因为 因为它 如果你的磁盘的 那个性能太差的话 那是 势必是没有办法保证 它的IO的存储的 所以 我们 大部分的场景下面 会让Bookkeeper的 Junior会是一个SSD 然后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那个 Ledger也会变成一个SSD 它的性能会更好 对 那么对于一些冷数据 如果我们 长时间让它 留在这个Bookkeeper这个系统里面 实际上是对资源的一个浪费 因为冷数据 它大概率不会 被经常的被访问到 并 并且呢 它访问的频率 没有 没有温数据这么高 所以 我们更加倾向于 把冷数据给 搬到 二级存储的 这样就能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 Pototopic里面 所有的数据 你是可以 把它作为一个 存储来用的 也就是 你不需要 让数据过期 其实在很多的 消息系统里面 像卡斯卡 你一定是要配 那个retention的 如果你不配retention的话 你整个卡夫卡的 那个磁盘是扛不住的 因为 因为 数据如果不删的话 那你只能是不断堆机器 然后不断堆磁盘 并且呢 那些冷数据 它可能又 一万的 大概率是用不到的 所以是 是很浪费的 那么 在PASA里面 你可以 不配retention 然后配上 offload 那好了 那所有的冷数据 都会被offload到 那个更加廉价的 那个分级数据上面去 比如说 S3 GCS上面来 然后 当你真正要读到 这些冷数据的时候 依旧从 依旧使用相应的接口 同样的接口 比如说 你要 你要流读 读一个 读30天之间的数据 那好了 最终 PASA会帮你 把这个数据 路由到 那个分级数据上面来 然后从分级数据上面 把数据给你拉回来 如果 你是要批读的话 你的批读的数据 已经被offload到 那个分级数据上面去了 那好了 那PASA也会帮你 把这些数据 并行的 从分级数据上面 拉回来 然后提供给你 所以你就不用关心 数据在哪里的问题 这些 这些数据 冷热 温 热数据 温数据冷数据 统一让PASA 给你 给你管起来 这个是最好的 对 那么呢 理想呢 是非常美好 但是呢 但是呢 现在的 PASA的 Tier Story的 是存在一些问题 总体来讲的话 那个 比较难达到 数据 永远保留在 PASA里面 让它管起来 主要是 因为以下几点 首先呢 那个 这个特性 是在 P不一之息 里面 被引入的 然后 它的一个 一个特点 是 刚刚一讲到 那个 PASA里面 是分Sigment 所以当前的 Offload系统 它是以Sigment 为单位 也就是以Ledger 为单位 进行Offload 它不支持 流逝的 Offload 也就是 如果 你这个Sigment 隔了四个小时 都不 都不 over的话 那好了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Offload 最少要 等四个小时 才会 处罚 它 它没有办法 做成一个 一个Streaming 当然我们 我们已经 在尝试 有一个PIP 有一个Proposal 来提个方案 把它做成Streaming 但是目前 那个Proposal 应该是 还有一些问题 然后第二点是 当前Offload 下去 是一个 private的 format 也就是只能 被 是PASA 自定义的 一个 一个format 它是很难 跟其他的系统 做集成 比如说 我现在想用Hive 去把 PASA Offload 到S3 上面的 数据 给通了SQL 的方式 读回来 对不起 这件事不行的 因为 没有 没有相应的 connector 你是没有办法 解析这一份 mites 另外呢 第三点是 它Offload 下去是一个 road data 对于数据 分析类 分析类的 任务而言 是不友好的 因为 比如说 我 我这个topic 它的数据 它的schema 的数据 有一百个字 段 但是 我 我现在只想 做一个cons 来统计一下 某个字段 它出现了多少次 那么 最理想的方式 就是 我只抽取 这一个字段 出来 做一个cons 就可以了 做一个 distinct 但是现在是不行的 现在你需要把 你 你所 搜索的区间里面 符合 符合条件的数据 全部都被 读出来 然后在内存里面 进行一次顾虑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 非常好资源 并且呢 它现在的 那个 PV17 它的 它当时设计的时候 就没有考虑过 Legghouse 所以 它在架构上面 是 说实话 做得并不太好 它是很难够 很难去 对 跟Legghouse 做集成的 然后 最后一部分 它的 它的村土 并不高 对 这个 这个里面呢 社区有一些PR在修 可能会 会有一些提升 但是 从整体设计上来看的话 它的 它的村土 是不太友好的 第二部分 我们来讲 要介绍一下 那个 Legghouse 哪些特点 是非常吸引我们的 首先呢 它能够 以Streaming的方式 来集成数据 集成Data 然后 第二部分呢 它能够 很好的去处理 Schema 以及Schema的Evolution 因为Parser 也有Schema 然后 我们如果能够 跟 把Parser的Schema 跟Legghouse的Schema 做集成的话 实际上 是能够做很多事情 然后 第三部分是 它 它有 那个 对Mate Data 管理非常好 并且呢 对大规模数据的 管理也是 也是非常好 并且做了很多的优化 然后 第四点是 它的存储格式 是Open 这就大了一个 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 我只要把数据 写到Legghouse里面去了 那所有的 那个 数据分析性系统 都可以做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 它是个 大家都支持的 一个Format 那么对于Legghouse的话 目前主要有 有三类 有三个产品 一个Hoodie 一个Derta Lake 以及Essberg 对于Parser而言的话 我们最终 想做到的一个效果 是长这样的 就是首先 我们各种各 各种类型的 那个数据 Event Log Image CTCLog 以及其他的IO IO相关的数据 那个ParserIO相关的 都 它会把数据 发给Parser的Topic 然后ParserTopic 它会 那个 然后Parser这边 会起一个Uploader 把数据实时的 Uploader到我们的 Legghouse的 的Table里面去 每Uploader 一次的话 它实际上是会 打一个SnapShot上的 就当这个SnapShot 的Commit了之后 在Legghouse里面 是可见的 然后这是 这是Uploader下去 读回来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如果我们 想做流读的话 OK 对于已经Uploader到 那个Legghouse Table上面 的数据 我们通过Streaming Read 会把数据 从Legghouse里面 读回来 然后提供给Broker 然后Broker 提供给上游的 那个 那个流读的 接口 比如说我现在 要流读 通过流的API 来读 0123读 6789 那好了 那这个时候 我7已经 AVLOAD下去了 那我 0到7 会从Legghouse里面 读出来 然后89 还在 还在Bookkeeper里面 那89 从Bookkeeper里面 读出来 对于 数据分析型的 一些任务的话 它也会有流读 和批读 对于流读的话 一直读到9 是这样的 那么对于批读的话 首先 它首先会去看 我0123456789 哪些是在Legghouse里面 哪些是在Bookkeeper里面 一看发现 7 0到7是在Legghouse里面 那个89是在Bookkeeper里面 OK 那我这个地方 我就做一次区分 把 把0到7的 从这 从 通过Table的API 读出来 然后89 这两条数据 通过流识的API 读出来 那么最终 你看到的是一个 一个数据的全集 对 OK 那我们 PASA跟Legghouse 做集成 到底 会怎么做呢 我们有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 以 IoConnector IoConnector的方式 那个 集成在一起 另外一种是 以Offload的方式 集成在一起 那么这两个的区别 可能 大家可以直观地 从这个图上面 能看出来 如果我们是用 Offload 如果我们是用 Connector 跟Legghouse 做集成的话 它只会把 它的数据是单向的 也就是 它只会把 PASA Table的数据 写到Legghouse Table里面去 就完事了 那么它的一个特点是 那个整个 Data的Lifecycle 实际上是被 是被Legghouse管理 那么 在PASA的 那个 那个 Offload里面 它是怎么玩的呢 它首先Offload了下去 然后它能够通过 Streaming API 把它读回来 并且呢 通过BitchRead 这个是 Legghouse的API 能够支持BitchRead 所以它能够同时支持 Streaming和Bitch的读 它的特点是 整个数据的Lifecycle呢 是被 那个PASA管理 然后呢 这么做的话 PASA是能够做到 它 去 存储 任意长时间的 入居 当然呢 这两种方式呢 我们都会在做 然后 第一个我们已经做完了 就是这个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 来看到 PASA IoLegghouse的 这个Connector集成 目前都是能够支持 Hoodie DeltaLegg 以及Asperger 那个 后面应该会有一个talk 来讲 我们这个 IoLegghouse 是怎么做的 对 今天我主要是来 来讲一下 这个 这个Offloader OK 在Offloader里面 我们的设计 会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我们会抽一个 Offloader Service出来 然后这个Offloader Service呢 有三个模块 一个是Message Container 另外一个是Message Formatter 还有一个Message的 那个Reader跟Writer 通过这个 抽一个独立的 Offloader Service出来之后 我们会让整个 Offload的 写和读都会变得简单 并且是一个 可插乏的 一个模块化 模块化的一个实现 OK 对于Offloader的 那个Message Container 它大概的 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就是每一个topic 它会有一个 Container的Group 然后Parser里面的数据 我们会有 用一个Rawreader 那个不断地去看 这个topic里面 有没有新的数据 有新的数据的话 我们把它消费出来 然后把它 填充到 当前的Container里面去 OK 那么对于 Offloader写下去的话 我们是 顺序的 那个 从Container里面 去Offload的数据 往 那个Lakehouse里面写 比如说 我现在 写了Container 1234 那么 我会首先去 去把Container 一名的数据 Offload下去 然后再去处理 Container 这个时候 处理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 需要去注意了 就是 我们用Rawreader 去 消费的数据 它的格式是RawMessage 那么对于不同的Lakehouse 它的产品 它要的 那个 那个格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Formatted Incode 然后最终再写下去 大家可以 可能注意到 我们用的是Rawreader 去 让Pasa 跟我们的 Offload Service 做集成 所以 这个是可以 跑在 Pasa Broker的外面 同时也可以 跑在里面 其实我们现在的 Offload 现在Offload的实现 是只能 跟Pasa Broker 跑在一起 那么刚刚提到 这个Message 的Format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可以处理多元化的 一个东西了 就是 对于不同的 那个 你要写到不同的目标 目标存储上面去的话 那你就要 不同的Format 比如说 我想往HDFS里面写 那我就会要 HDFS的Format Hoodie Azberg Derta Lake 都会有自己的Format 然后把RawMessage Format成他们 各自的 存储格式 OK 那个 讲完 这个地方之后 这个 Reader和Writer 就是相应的 那个 那个系统的Reader Writer 出发一个实例 把它写下去就好了 那么对于读的话 那也是一样的 我们用 我们用一个Reader 把数据从Story 读回来之后 那么它会有 它最开始转使的是一个 各自的Format 那我需要用这个Format 去Decode一下 然后把它转成RawMessage OK 转成RawMessage之后 我们会回填到 相应的 Container里面去 然后由Container 呈现给PASA的 那个 那个Streaming 读的这个 这个 这个Reader上面来 OK 那么整个的Reader流程 从上往下看 就是比如说我要去读 PASA Topic里面 某一个Ledger的 一个Entry 从0到1000 好了 我现在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读 给进行一次划分 那个 比如说 0到300 分给Container1 那个301到600 分给Container2 那个601到1000 分给Container4 那么这几个Container 分别去 发请求到存储上面去 把它数据回填回来 然后回填回来之后 OK 那我去读的时候 我就 我 我现在知道了 Container1 2 4 是有 是有我想要的数据的 我一次把它读过来 就可以了 对 那么注意点 就是这个 这个必须得是 在 PASA Broker里面去撞 OK 这个就是整个的 那个Tier Storage 跟在PASA的 Offload Service 怎么样去跟LakeHouse 做集成的一个 一个大概的一个 主体的设计 对 接下来的工作呢 我们会去 让它跟HDFS Hoodie DeltaLake 以及Azberg 去做具体的一个 集成的一个 一个实项 对 实际上这个 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做了 已经是 那个做了很大一部分 然后第二步呢 会去 把LakeHouse 作为一个 Compaction Service 就是实际上现在 PASA里面有 Topic Compaction 但是这个Compaction 是一个 基于Bookkeeper来实现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 把它做成一个 基于 基于LakeHouse的 Upsource的 一个实现方案 就是 让它 让新的数据 直接Upsource 到LakeHouseTable里面去 这样做的话 会 更加的高效 对 那么 今天我分享的那种 就这么多了 看大家 有没有什么疑问 OK 谢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今天就 先到这里 我们今天就会有什么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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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疑问 我们今天就会有什么疑问 我们今天就会有什么疑问